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守住一句真言,保证白头偕老 常听有人说,结婚是爱情的坟墓 这句话误导了很多人 婚姻是需要经营的 假如好好相处,就会像酒一样 愈沉愈香 有一次跟一群朋友吃饭 了解到同桌的四位女性 三位已经离婚了 一位准备离婚 相逢既是有缘 所以我就慢慢找机会 跟大家说着话,突然话锋一转 我说,夫妻相处 只要守住一句真言 保证白头偕老 那个准备离婚的朋友 眼睛瞪得很大 耳朵都竖起来了 我接着就说 结婚以后 只看对方的优点 不看对方的缺点 我这个话一讲完 这位朋友眉头深锁 回了我一句 好难啊 对于热恋中的男女 有一句俗语 形容得很贴切 只献鸳鸯不献仙 能够情人眼里出西施 因为都看对方的优点 那段时间 常常是五点半下班 五点的时候 就已经坐不住了 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 下班后 我要跟我男朋友 去看电影 那个时候 只有一个念头 我能为对方做什么 所以恋爱的感觉 是温暖甜美的 当有一个人 处处都替你着想的时候 你会很开心 甚至半夜还会笑醒 结了婚之后 念头变了 本来是处处想着 能为对方做什么 现在变成 对方应该替我做什么 当双方时时刻刻 提出要求 说你这里没做好 那里没做好 彼此就很有压力 相处起来 也就越来越觉得 不被体谅 不被欣赏 久而久之 就会貌合神理 我曾经在姨妈家 住了很长时间 她和姨父 是那种人人称献的 模范夫妻 看到他们的相处 体会了不少道理 他们任何一方 进门时 一定会说 我回来了 屋里面的人 不管再忙什么 一定会放下 手边的工作 响应 你回来了 太好了 有时候姨父买了 蔬菜水果回来 姨妈就马上 跑过去接过来 开玩笑地说 来就来 不要这么客气 姨父的手艺特别好 又会煮粪 又会泡茶 我观察之下 都是被姨妈 称赞出来的 俗话说 好话一句 做牛做马 都愿意 每次吃完饭之后 姨父就会泡茶 姨妈喝了 就会露出赞叹的表情 她说 怎么有人可以把茶 泡得这么好喝 有时候 切了一盘水果过来 姨妈一吃 马上说 哇 这个水果 怎么切得这么甜 反正都把功劳给对方 她就会做得非常欢喜 而且 不管姨父买什么东西回来 姨妈绝对不会闲东闲西的 因为买回来 一定有她的用心 除了在言语上的关怀 点点点滴滴的动作 也可以表达你为对方的关怀之意 比如先生常常可以馈赠一些小礼物 妻子的心中就会觉得先生走到哪儿都会想到我 可能先生今天晚一点回来 妻子可以留一盏灯给她 要睡以前又煮了一碗面放在厨房 在客厅的灯底下留一个纸条 上面写着 面给你煮好了 趁热吃 世上没有完美的爱人 即便娶到了心中的女神 或者嫁给了男神 在一块生活以后 我们终究会发现 彼此身上的诸多瑕疵 想要婚姻幸福 不要老想着改变对方 而是要包容彼此的小毛病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用心陪伴 婚姻才更温馨 幸福的婚姻 不求轰轰烈烈 潇潇洒洒 而是细水长流 相互陪伴 幸福的婚姻 是只看对方的优点 不看对方的缺点 相爱 相惜 好了 这就是今天 阅读想要和您分享的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慈欣 祝您一切安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